糟了,第一句對白是什麼呢? 待會應該用什麼情緒去演繹呢? 喂,Simon,先不要生氣了 笑一下,寬容一點吧 我哪有生氣啊? 喂,你這樣也還說沒生氣? 我正美國研究所指的RBF人士 Resting Bitch Face 就是你們所說的黑面神 我做夢,你又說我不開心 在想事情,你又說我生氣 我眼睛睡,你又說我心情不好 你有黑面嗎? 你是不是曬黑了? 呃... 呃... 其實我一出生就是這樣了 由小時候開始 就經常被大人叫我笑多一點 大過做兼職員 又被一些客人說我沒有親切的笑容 就算現在回辦公室 每個新上班的同事都不敢跟我說話 Covus,我想問拍notebook的流程是怎樣的 notebook我不懂的,你問Simon 還是不用了,我自己再教她 蛤? 你是黑車人嗎? 我剛才看到文姐的時候 我覺得她的氣場很厲害 然後我就很害怕,我不敢跟她說話 文姐啊? 你等等 我懷疑我前世吃了那幾隻狗 所以她今世就長成這樣 整個emoji的黑色月亮感 好,Simon Simon 哦,Simon 我剛認識她的時候覺得她很兇 這幾句話我聽過N次 什麼以為很兇 還是現在一樣這麼兇 不是,又坐在那裡生氣 前世追求你的兒子嗎? 八婆 救命 對不起 我沒有生氣的時候 有我生氣 到我真的生氣的時候 有沒有人感覺到 死了,她好像生氣了 其實是否玩大了? 不是啦,她是否這樣死款 有時候是 算了,不要理她了 吃蛇根 下次再玩個文姐 個個都亂解讀我的表情 為何沒有人明白我 我真的生氣了 Simon,等我們來幫你平反 第一眼看她的時候 覺得她是那些生人陌近的女生 認識了之後 你會發現她笑得像個傻子 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她會馬上衝過來救我們 不過,我們認識她這麼多年 知道她真實其實不是這樣 讓我們簡單快捷地 教你們分析Simon的微表情 當她微心的鑒 縮集了0.001cm的時候 她就生氣了 當她眼眉在0.1cm的時候 也代表她是開心 當她的嘴角微微彎了10度的時候 就代表她不開心 這樣也聽不懂? 就是因為你不要解她 難道我真的要迎合世人 目光笑多一點? 唉,好辛苦啊 強行笑到肌肉都硬了 我不想有皺紋了 唉,其實我有苦衷的 你知道了 女人最忌就是有皺紋 皺紋是怎樣形成? 是表情啊 你以為我不想笑嗎? 你看她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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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記得like comment 和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還要按鈴鈴啦 喂,文姐 踢個沒有這麼黑面的給我 吃屎吧 拜拜 我們要威風 我們要威風 哈哈